健康熱點鈴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時候會這樣 就是突然好想好想吃某種東西 一定要想辦法去買到 吃到 或者從冰箱翻出來吃 才覺得心情比較平靜 有醫師告訴我 這是因為我們身體 發出了一些健康警訊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今天就要來搞清楚了 來 我來問一下 你們真的會這樣嗎 有時候特別想吃什麼 會 怎麼不會 我跟你講 尤其是上夜班 就會覺得壓力大 然後又覺得上班面對病人 面對什麼 然後就給自己一千一萬個理由 就是一定要吃到它 沒有就是覺得 會有這種感覺 對 我跟你講 這陣子天氣像山溫暖 你不覺得嗎 對 昨天 夏天 今天冬天 天氣很冷 又很濕 又下雨 像我們住新竹苗栗 那個魚很濕 我就特別想要吃什麼 能夠讓你發熱氣 所以大家真的都會嗎 我們的營養師會嗎 你不要那麼健康 在世界上所有的女生都一樣 就是在生理期前後 或者是在懷孕的過程中 我特別想要吃這幾樣東西 真的不吃到 真的不行 但是不會叫老公去買 自己去買 還有什麼 我還想說老公體貼的 要聽到營養師講的 趕快要準備這個以後 老婆發脾氣 趕快去買的東西 好 我們就來看看大家 到底會特別想吃什麼 今天要你們把它給畫下來 你們想吃的東西畫下來 到底 應該用畫的 對 好像未公立 有的時候特別會想吃什麼 好 大家都畫得差不多了 確定大家都看得懂嗎 這個可以看得懂嗎 猜米遊戲 來 我們一起請作答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名畫的 是 有點難嗎 看起來 我是應該要在幹嘛 好像是百貨公司一樣 百貨公司 這個比較明顯 對 很明顯嗎 然後蕭醫師 蕭醫師 你先說好了 你這一鍋到底是什麼好料 我是每次下枕的時候 晚上又冷又餓 那個時候最想吃這種東西 從學生之後就很喜歡 不吃的話會覺得很對不起自己 對 會覺得說 我今天這麼辛苦工作要幹什麼 那一定是很高檔的 對 沒錯 非常高檔的 泡麵 泡麵就可以滿足你 對 因為它有兩個特色 因為它是鹹的 第二個它是熱的 那時候覺得吃完以後 整個身心靈都得到了撫慰 OK 好 可是威劍老師 你也是一鍋 這一鍋又是什麼 我也一鍋 因為我不吃話 我覺得對不起我的孩子 所以我在懷孕的時候 特別愛吃 尤其那一定是要台灣原味 那時候住在美國 你知道天氣很冷 那時候我已經懷孕八個月了 事實上它不是一件好事情 然後我的先生常常講 你這樣子吃對嗎 我說如果不吃 就對不起我的兒子這樣 所以我們還開車 特別開車開個四十分鐘 到一個越南店去買 台灣來的某一個泡麵 我就指定就是它就對了 那王老師你這一鍋可愛了 看起來有英文嗎 很好猜的 小鴨鴨 我就是台灣的養生三寶 薑母鴨... 答對了 因為有鴨 YES 養生三寶鍋天氣冷 一定會想到它 所以只要一天一冷 就會想到三種的 薑母鴨 羊肉爐 燒酒雞 漂亮 這養生三鍋一定要來去吃一個 好 那我們要先來問一下 待會你們那兩位我們再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溫妮老師 如果從心理學來看好了 原來對食物的慾望 也代表著身體某種 這個渴望嗎 好 我們先從這個王老師好了 王老師是算高脂肪肉類 你看 其實高脂肪肉類這一部分 它畢竟是蛋白質 胺基酸 再加上有一些膽節 這正好可以提升我們的能量 馬上提升 這樣子 對啊 吃完馬上 所以王老師你很空虛 耳王天虎空虛 第二個喜歡吃鹹食 鹹食指的是什麼 像你們剛剛的泡麵嗎 泡麵 滷味 鹹食的話其實就主要是洋芋片 而且加工越多越好 鹹酥雞 鹹酥雞 滷味 洋芋片 零食一大堆 爆米花如果鹹的算嗎 豆干也鹹鹹的 豆干也鹹 沒想到現在出現了這麼多 我還以為單純只有洋芋片 其實在腦科學裡面 我們常常在講是胖在腦中央 事實上就指這種 特別是這些鹹食之類的 因為鹹食在我們心理學上 它確實它可以減輕我們焦慮 降低我們的一些憤怒感 所以當大家壓力很大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想吃點零食 是因為這個原因 對 它會降低當下那種壓力 這樣減低我們的焦慮 確實是如此 那我就好奇了 像你跟蕭醫師兩個人 都吃泡麵 台灣米的 這個算什麼 香辣食物嗎 這鹹食還要更加料的 叫調味料嗎 這種才是泡麵的味道 那香辣的話 其實最主要有辛香味 辣的時候 你會覺得血管比較擴張 會有點流汗 熱熱感覺這樣子 然後也會讓我們的血流增加 那種感覺真的有夠爽 這個層次已經比我那三鍋 更跳高了 更厲害了 所以很多人喜歡吃麻辣鍋 也算這一類 它是渴望刺激 對 生活太平淡了是不是 生活太平淡了 太寂寞了 壓力太大 壓力太大了 所以我們要更多一點的刺激 讓我們能量再充沛 OK 好 接下來我要來拆麗華這個 我覺得這應該還滿明顯的 是丸子湯倒過來了 沒有啦 你為什麼把它倒過來 只要珍珠奶茶 很明顯 因為我們喜歡倒著喝 會倒吃感 沒有 珍珠奶茶 其實我沒有說一定要珍珠奶茶 但是我上夜班的時候壓力很大 我一定要這樣吸一口咀嚼的時候 會讓我比較不會有衝動去罵人 你知道嗎 然後喝了那個甜的之後 你會讓自己心情會比較穩定 你這個喝全糖 半糖還無糖 半糖你就喝賀重牌就好了 為什麼要喝 什麼是全糖 沒有 不知道全糖 我都喝半糖 然後會整個都是正常冰 又甜 又冰 還要有嚼勁才可以克制住 降低自己的怒氣 怒氣 對 更年期一兆熱 還要注意 你如果喝全糖的 喝出來沒什麼甜味 那要小心 目前還不會 味覺已經有小心了 好 隔壁那一位就厲害了 有三樣 顯然你是 沒有 我是代表全世界的女性 全台灣的女性 不要把自己擴大 基本上就是在經期前 或經期過程中 女生一定知道就會特別 胃口特別大 而且會特別想要吃一些 甜食 像蛋糕 這中間是蛋糕 蛋糕 OK 然後旁邊這個是巧克力 可是最左邊 你如果看不出來 左邊這個就是我在懷孕的過程中 比較特別的是 我特別愛吃 番茄醬 番茄醬 我沒聽過 我以前 每個人懷孕的女性 都會有一種很偏好 一個很特別的 對 你太太偏好是什麼 鳳梨 鳳梨 妳知道她鳳梨 她可以拿整人 吃到我都會在鳳梨 像我以前 而且很特別的是 我以前不喜歡吃番茄醬 人家吃薯條要沾我都不沾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懷孕過程中就是 你在吃薯條 你不知道你在吃薯條 還是吃番茄醬 好 我要來問一下Wendy老師 先講一下 名化她喜歡吃番茄醬 她算這裡面的哪一類 這種裡面的話 對 其實就鹹和甜 因為番茄醬是鹹和甜在 混在一起的 所以她當時有 要舒緩 憤怒 焦慮 還有待會兒看甜到底是什麼 那甜食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到常看到 真的在生理週期的時候 我們需要甜食 主要那個時候 在我們心理學上 她真的就是希望能夠 得到更多的安慰 得到愛 得到快樂 得到獎勵 自我獎勵的一種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快樂不用別人給我 我們自己吃一些甜食就可以了 從前期我喝飲料 就是我需要被愛 好 所以這個是從心理學上面來看 當然我們要來講說 剛提到特別缺 是不是也代表著缺某一種營養素 就從你們的甜點來看好了 這個是渴望愛 渴望獎勵 那麼到底缺的是什麼 缺個 缺個 對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常常很多人講到甜食 都會說女生有第二個胃 在裝甜食 你有沒有發現說 除了可能飯後想要吃甜食之外 你在某一些時間 特別想要吃甜食 而這個甜食是 也許不是你胃類想吃 而是你的身體 反映出一些警訊 因為其實為什麼講到咳 因為其實當我們吃甜食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身體的血糖 會開始有所波動 因為吃甜食了 其實血糖有波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就會分泌胰島素 這個胰島素 為什麼跟咳有關 因為咳其實是參與胰島素作用 最重要的一個礦物質 所以如果當你一天到晚 想要吃甜食的時候 或者是說你體內缺乏咳的時候 你的胰島素沒有辦法順利的運作 順利的執行它的任務的時候 它就會反映到大腦 讓我們有知覺覺得說 我要吃甜食 我的身體還是沒有獲得足夠的甜食 所以有時候你莫名的 或者是很頻繁的想要吃甜食 有時候可能反映是 你身體缺乏的這個礦物質 咳所引起的 喜歡吃甜食人會缺咳之外 吃全素 單一食物的人 還有現在大家外食 尤其上防疫期間 當然很多人下廚 可是也很多外帶的 這也會缺 為什麼 因為其實吃素的人 因為其實咳它主要是在動物性的食物 為主 所以如果你吃素的人時間一長 或者是你吃的優勢屬於比較 比如說單調的一些塑料的話 其實你就有可能會有缺咳的情形 其實長期單一食物 正好是反映現代人的 飲食的一個模式 因為現在很常都是 禮拜一到禮拜五吃的東西 幾乎都是大同小異 其實你食物越單調 你不只是缺咳 你其實幾乎所有的微量氧素 都容易缺乏 外食族一成食 高油 高糖 高熱量 其實這樣子的飲食模式 你有可能就會成為 隱性的高血糖族群 這個也要特別注意 好 我們在現場 現成代謝專家就是蕭醫師了 所以剛提到 如果代謝上面 尤其是糖方面有問題 大家就想到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也容易缺咳嗎 事實上糖尿病患者 確實是有一部分是缺咳的 因為當咳不夠的時候 實際上它在胰島素的整個效用 會比較差 等於胰島素跟咳之間 它有一些協同作用 它可以一起讓胰島素的敏感度 變好 但是偏偏這個糖 糖尿其實剛剛聽很多女生講說 沒有吃糖就覺得很痛苦 事實上很多男生也是沒有糖 不行 但是他是吃 他非常依賴白米飯 碳水化合物的糖 對 他就一餐沒有吃飯 他都覺得好像沒有吃飽 這個我們在檢媒門診中 常常碰到 前一陣子有一個 大概40歲的工程師 因為我們診所剛好在工業區旁邊 他們每次體檢完 有異常就會被叫過來說 不行 你要去減肥 這個人他來165公分 75公斤 他肝功能不好 肝功能已經到8 9 10了 正常40 然後糖尿病 血糖也開始出問題 他糖化血射速已經到6.4 我們知道這是糖尿病前期 好 開始幫他減重 營養師講 你不能吃白色澱粉 要少吃 他就乖乖的 白飯真的就少吃了 很可惜 他過了兩禮拜 其實他減1公斤 對 白飯是減少了 可是到了下午4點 肚子餓的時候 他會偷吃蛋糕 這一樣 他忘記了 其實白色 那個蛋糕也是白色澱粉 有糖硬的 他沒有吃一點那個東西 他就覺得人是不會 情緒是不會好 他就一定要再吃一點那個蛋糕 當然這樣他的血糖體重 整個就不穩定 其實糖尿病 大家知道這個傷害很大 而且在國人十大死因當中 他常年大概都在前10名 像最近是在第5位 就是因為糖尿病造成死亡 他的威脅有多大 以你看到的病例來說 糖尿病其實非常可怕的是 我想這不是恐嚇大家 因為我們說真的 現在台灣的洗腎是 台灣號稱洗腎王國 洗腎的病人裡面一半 是糖尿病造成的 所以我們去洗腎是看 就看到糖尿病最厲害的 第二個去哪裡看 去眼科 眼科 一大堆眼底出血的 超是糖尿病控制不好的 然後是去神經科看 腦中風的 然後心臟病的 還有更厲害的到骨科去看 因為腳整個壞掉了 要節肢 所以糖尿病看起來 好像是一件小事 但是事實上 他都真的嚴重的時候 就會分佈到各科去 其實我們在居家訪射的時候 糖尿病也算是滿大一種的 我還記得 因為其實那時候 訪射的案例非常非常多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到現在終身難忘 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去訪射的時候 除了要評估他的一個 現在目前進食的狀況 其實我們要評估這個個案 它本身的營養狀態 其中一個指標就是 你要去量他的小腿圍 小腿的肌肉 來看他有沒有萎縮 或者是有肌少症的狀況 其實那時候那個阿嬤 她是躺在床上 冬天蓋一個很厚的被子 這都很正常 其實那時候跟家屬聊一聊之後 準備要量小腿圍的時候 就把被子一掀開 他的屁股底下 是全部都沒有的 對 因為我知道 截肢 對 我知道這個阿嬤 她是糖尿病 但是我沒有想到 她從她的一個小小的傷口 只是減指甲 小小的傷口開始 因為她血糖控制不好 所以她就從這個小小的傷口 不斷的就是瘋瘋性組織 嚴 截肢 慢慢一直切 切 切 切到屁股底下 全部都沒有 其實糖尿病你只要控制好 它其實就跟一般 正常人一模一樣 但是當你控制不好的時候 其實它的後果是非常非常可怕 電車撞到 不小心撞到那個梅花路 結果他們就調查到 他們的身體缺鐵 那梅花路會去舔那個鐵軌 鐵的話是用鐵製的餐具 可是這個蛤的話 很多人講到不鏽鋼 不鏽鋼的話 假如要用的話 因為是金屬 我們一般蛤 分成三架蛤跟六架蛤 等到六架蛤的時候 不好意思 它是工業用的 它會變成是致癌物 秋軌雖然是好東西 但很多小朋友不敢吃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 讓它變可愛 也要變好吃